好我想绝大多数的上班组应该是周休二日 全美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公司在推行周休三天 有一个运动训练公司它推的新计划叫做周五做自己的事 就是每个星期五公司是不可以开会 也不可以用简讯或电邮找同事 那这一天员工你可以选择休假 或是你自己处理自己代办的公事 这家公司的CEO说 这是从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得到的灵感 希望员工周一到周四努力工作 但是休息的周五就是为下一轮的努力做充电准备 每天绕着工作打转的日子让人逐渐疲乏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统计全美现在有33%的大型企业正在探索缩减工作周的可能性 运动训练公司EXOS执行长从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概念出发 在工作循环中让休息的地位大大提升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EXOS公司推出的工作方案和一般周休三日有些许不同 计划名为周五做自己的事 想休假当然没问题 想居家办公或是低调进公司处理公务 自己选择 公司的出发点是让员工在周一到周四尽全力打拼 接下来的三天也要好好休息充电 为下一轮的工作做好准备 就像计划推出后 公司与华顿商学院合作 研究发现在半年之内 员工的倦怠度从70%掉到30% 它似乎这种活动因为 EXOS的文章是已经建立在这种程序 你会有联络的联织 会有可能已经有很多 自由过他们的时间 你认为这种活动能够能够 对这种活动能够 是有趣的 我们会问这种问题很多 我其实对 我认为 我认为 理设计能够能够 认为他们认为 什么活动能够 这是一种 例子 你看到这种活动 你会说 工作环境与员工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 心理学家认为长时间加班 无法控制工作时间都会造成心理问题 如何让员工培养出韧性得靠平时的刺激 公司给予多大的发挥空间 如何从旁协助都是关键要务 而一场备受外界瞩目的劳资纠纷正在梵蒂冈博物馆上演 有49名员工集体指控包括超时工作 没有休假相关规定、低薪等问题 目前已经提出请愿 如果劳资调解失败将一状告上法院 届时管理方教廷将成为被告 事并让教宗方济各相当尴尬 律师表示员工请愿内容 包括病假条件不合理 范蒂冈博物馆官方规定 员工请病假的24小时之内 会派一时访试 但如果这时候人不在家 就会受到处分 让员工不满 连出门看医生都要提心吊胆 范蒂冈博物馆是世界级博物馆之一 最著名的馆藏包括米开朗基罗的西斯丁教堂 重顶壁画最后的审判 统计去年接待约700万游客 是范蒂冈博物馆主要的收入来源 馆内员工也有700人 这次劳资纠纷 闹上新闻版面 考验教廷的危机处理能力 TV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劳资线